高能辐射会让你神志不清 大脑短路 但对一台电脑而言 有必要担心这样的辐射吗 有的 在高能粒子的轰击下 微处理器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毛病 比方说氧化成电荷陷阱 漏电流增加 双击晶体管的增益衰减 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等等 完全听不懂是吧 我也差不多 不过呢 这无关紧要 你只需要记住 原来终结者的大脑 也跟我们一样怕辐射 于是啊 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宇宙中充满了高能辐射 我们是如何做到放行的 让一架靠电脑自动驾驶的 火箭将卫星空间站 甚至我们自己送到太空的呢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看看航天级的CPU 究竟跟你用来上网课的CPU 有什么样的区别 另外呢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啊 SpaceX又是怎么另辟其境的 为了帮助你理解 刚才那些拗口的术语背后 可能会引起怎样的严重灾难 我来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电脑里面是用二进尺来工作的 所有的数据在它面前 都是以011001来呈现的 当高能粒子击中CPU之后呢 可能会造成的一种情况 就是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 把它说简单一点啊 就是原来某个位置上 可能明明是1 但装完之后就变成0了 原本的状态也就因此而翻转了 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如果我们让CPU来做一道 10加10的简单加法的话 写成二进制就是 1010加1010等于10100 答案不偏不移就是 10进制的20 但我们假设 这个时候突然一个 α粒子绷出来 把其中一个加速中的0 撞成了1 于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变成了11000 等于10进制的24了 10加10等于24 估计你拿给幼儿园的孩子 看他都会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叉叉 把这种结果输入到火箭的 飞空系统里面 你就等着它放烟花给你看吧 1996年阿利亚纳5号火箭首飞时 就是因为软件系统错误的 将一个64位的数字 放进了一个16位的低值里面 从而导致原本的数字 被裁成了几节 并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值 于是火箭认为自己飞出了方向 突然改变姿态 想要重新调整过来 但由于空气硬力过大 直接就炸开了花 所以看起来 航天CPU怎么保护都不为过 那是不是只要在普通的CPU外面 加上厚厚的牵板就可以了呢 没那么简单 它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里面的东西 应用在航天芯片上面的技术 叫做抗辐射加固技术 它说起来相当复杂 需要从材料设计 系统设计 结构设计 电路设计 器件设计 封装设计 软件设计等多方面入手来进行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展开来说了 就说说现在最先进的 抗辐射加固芯片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看看我们国家自己的产品 到了哪个阶段吧 实际上 当你早就用上了4核 甚至是8核的CPU之后 人类发射上天的最先进的卫星 和探测机上 依然还停留在使用单核的年代 当然据说多核也出现了 但估计是太新 还很难查到数据 比如说 好奇号火星探测车上面的大脑 就是一颗每秒只能运行 2.6亿次指令机的 RID750 CPU了 它堪称是当今世界上 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CPU了 每秒钟运行2.6亿次指令机 换成术语说就是260Mips 听起来好像快的不像话 但你知道吗 1996年发布的 英特尔高能奔腾处理器的 运算速度就已经能够碾压它了 而且它其实也没有比 更古董的486块上多少 或许在座的你 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刚才说的这两款CPU 虽然速度猜到只能够玩扫雷 但价格却高到 能在一线城市买套房 这种巨大的反差 恰恰是工程师们 为了换取安全性 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 好在通常现在的火箭和微信 也没有太多花燥的操作 只要忠实的 好歹也是够用的 但你知道啊 这种美国最先进的航天芯片 可是并不会卖给我们的呀 它能够提供的是速度 最多只有之前那个 1 3多一点的 艾特梅尔AT697 价格也要好几上百万一片 那我们怎么办 自己研发呗 早期我们会仿造一些 国外的先进芯片 用在摇杆和气象微信上 慢慢的我们会基于开源代码 来修改设计自己的芯片 然后把它装到玉兔上 性能跟欧洲的产品 已经不相上下 现在我们自主设计的 宇航级CPU 比如龙星EE和EEF 运算速度已经比较接近 装到好奇号上的那片了 但价格却只要几万块 未来我们势必还会在 这条路上获得不断的突破 目标直直大破西方的垄断 好了 以上就是航天级芯片的 抗辐射设计了 但只有这条路吗 我一开始就说了 SpaceX显然就没有走这条路 是因为这样加工后的芯片太贵 超出了Elon Musk的成本预算 还是他嫌这么慢的CPU 无法带动龙飞船上的触摸屏呢 大概都有吧 总之呢 他使用的是普通的民用CPU 然后靠算法和架构取胜 我们之前讲过 荣鱼设计的思路是怎么贯穿 SpaceX的火箭和飞船的 比如那些多出来为了预防万一的引擎 同样 在处理器的设置上 SpaceX使用的也是荣鱼设计 针对每一个系统 工程师都用到了三颗多核CPU 但每颗CPU的每个核心 同时只做一个运算 然后将运算结果拉出来比对 如果一致则向下执行 如果某一个因为可能是辐射的原因 而与其他几个的结果不同的话 那么这颗CPU会立刻重启 然后再做一次运算 直到交叉验证结果完全一致 再往下走 最牛的是 哪怕三个CPU都遭到了辐射的袭击 SpaceX的系统都还是可以把它给纠正过来 难怪人家赶完火箭垂直回收 便宜的CPU就意味着 工程师敢大把大把的 把它们往火箭里面放 009号 每台发动机配了三颗CPU 九台就是27颗 再加上飞行控制的三颗 一共是30颗CPU在里面 龙飞船飞空系统有三颗CPU 其余18个系统又是每人分的三颗 加起来就一共达到了54颗CPU的水平 如今的载人龙飞船只会更多 所以你看得亏 Elon Musk没有掏钱去买抗辐射的加固CPU 否则它怎么炸得起那么多火箭呢 当然SpaceX用的这个方法也并不是非主流 它其实叫做耐辐射设计 NASA自己也在用 好处除了更便宜以外 也能更方便的找到为火箭写代码的优秀程序员 毕竟会C++的高手还是很多的嘛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想到我那三年前配的电脑 都要比月球车上的快 我的钱包无比踏实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